世界卫生组织今天警告 拉丁美洲的疫情曲线依旧未达到巅峰 因此不建议介绍隔离检疫等公共卫生举措 而同时他们也预估下个礼拜 全球累计确诊将会突破1000万例 综合媒体报导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 美国在过去24个小时之内 新增的36000例左右的病例 是当日确诊数量第二高的 显示目前疫情依旧严峻 而目前美国累计总共240万例确诊 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塞 今天也在视讯会议上表示 他预计全球累计确诊数量 将会在下个礼拜突破1000万例 报导指出目前巴西的确诊 以及死亡人数都仅次于美国 巴西各州的卫生厅 更新疫情资料指出 过去24个小时以来 巴西新增了4万多例确诊 1000多个人死亡 目前累计将近120万例确诊 今晚巴西疫情消退遥遥无期 但是巴西圣保罗州政府 今天依旧宣布 将至9月8号起分三个阶段 逐步恢复各级公司丽学校上课 对此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紧急计划 执行主任莱恩表示 拉丁美洲的疫情曲线依旧还没达到巅峰 因此不建议减少隔离检测等公共措施 莱恩还表示 由于强烈社区传播 未来几个礼拜之内 拉丁美洲确诊跟死亡病例 依旧会居高不下 而拉丁美洲可能采取更严格的管制措施 某些地方甚至有必要全面封锁 北京市官方通报 北京昨天新增报告 本地确诊病例13例 无新增疑似以及无症状感染者 不过却有中国专家表示 这波疫情预测7月中下旬可以清零 引发中国网友质疑 综合媒体报导 自从6月11号以来 北京市累计报告 本地确诊病例269例 而其中有许多患者 既没有新发地直接接触时 也没有跟确诊者密切接触 令外界诱心 北京是否出现社区传播现象 对此中国国家卫健委专家 5号24号晚间表示 不能判断北京出现社区传播 他说北京目前没有地区 继续出现来源不明的病例 病例里面也没有引起群聚感染 而同时中国医学专家张伯利 日前也表示 这次北京群聚感染疫情 由于北京市政府及时果断的防控 目前疫情扩散的势头 已经基本获得控制 预计6月底患者人数 可以减制个位数 达到7月中下旬清零 不过这段话也引起中国网友质疑 有网友表示张伯利一讲话我就害怕 之前他还信誓旦旦的表示 7月份就可以拿下口罩 身为一个专家 竟然时时刻刻想着清零 而不是认认真真的做事防疫 而对于专家的话 除了中国网友不买单之外 网络上也出现许多中国网友翻墙爆料的消息 报导指出 有网友在推特上面表示 北京海定永定路70号院520号楼 因为爆发疫情严重感染 为了防止疫情扩散 有身穿着白色防护服的警察 以及橘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 将出现疫情的楼门完全赶死 不让里面的人外出 网友表示受困知名就是死路一条 有网友还认为 当局疑似为了避免不明感染源持续爆发 直接效法武汉当初的做法 让屋子里面的人自身自灭 此外被查封的楼跟日前传出 有群职感染的301医院相距不远 也引起更多质疑 不少网友表示 北京的疫情恐怕比官方宣称的还要严重许多 还有网友指出 北京是中国医疗资源最充足的地方 目前官方仅通报200多名病例 那么当局为何还要从湖北武汉等地 调派70名医护人员 还要从各地抽出疾控中心人员附近协助 而此外目前还有消息指出 北京政府紧急建了三座方舱医院收治病患 显示北京的疫情规模或许不容小觑 北京疫情在其引起各界关注 不料有中国媒体因为报导相关消息遭到当局查处 新京报旗下影音媒体微博账号 被当局以在疫情报导之中 有导向报导等问题为由 遭到禁言处理 综合媒体报导 中国国家互联网网信息网络办公室 微信公众号微信中国公告指出 有民众近日在网络上面举报 新京报旗下的新京报 我们视频官方微博 在部分报导之下 尤其是涉及北京疫情报导中 存在导向错误 断章取义 混淆视听等问题 严重扰乱的网络讯息传播自事 社会影响恶劣 公告表示为了明确规范 网络上面传播秩序 保障疫情报导正确导向 国家网信办指导北京市网信办 责令新浪微博一归一约 对新京报我们视频敬言处置 据了解这起事件 很可能源自一篇人民日报 报导中央防疫专家吴尊友的说法指出 北京这波本土疫情的病毒 可能来自欧洲 但是新京报在微博上面的新闻标题却是 新发地病毒来自欧洲 吴尊友表示病毒基本上跟之前一样 这个标题明显跟中国官方的说法 指出病毒为欧洲猪的说法明显不一致 共青团中央微博辟谣开炮猛轰新京报 当地王又也群起围剿其立新京报的黑历史 新京报曾经多次踢爆中国官员满报或社会造假的新闻 被当局视为眼中钉 多次受到诊处 2005年他们的总编以及副总编突然遭到免职 还被贬为地方性的报纸 新京报原社长北京市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前总经理戴资根 更在今年被指控违反政治纪律以及政治规则 遭到开除党籍以及公职 虽然中国近来积极打压影子银行 但是在疫情影响之下 影子银行业务又有卷土重来的趋势 根据品级机构穆迪最新报导 中国广义的影子银行资产 在今年第一季增加了1000亿元人民币 为两年半以来第一次的增长 而欠占的名义GDP比例也比第一季提升至60.3% 高于2019年底的59.9% 自由财经引述路透社报导 品级机构穆迪本月24号公布报告指出 中国广义影子银行的资产在今年第一季 因为资产管理业务增加而出现温和生长 布迪董事总经理亚太区首席信用总监戴热贤表示 预计中国整体将因为监管部门支持经济复苏的宽松政策而持续上升 但是因为政府重视稳定性所以升幅有限 布迪副总裁表示 中国基建贷款出现增长 流转先前信托贷款下滑的局面 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投放的信托贷款也在第一季出现反弹 显示出政府政策支持平台公司前头的基建项目 事实上早在2019年下半年 聚恒网也曾经指出 一些分析师担心中国庞大的影子银行体系 监管程度最低的角落 这些被称为第三方财富管理平台 将成为下一波经济冲击的目标 这些独立的财富管理公司 近年来通过向富裕的投资人 出售高收益产品而快速发展 同时他们在许多方面 几乎不受到政府对非银行融资的限制 报导指出在不出现危机的时候 这类独立财富管理公司收益丰富 但是这些独立财富管理公司 向投资人行销产品时 却经常会低估他们所持有产品的风险 举例来说去年7月 美股上市公司诺亚财富公告 旗下的上海歌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所提供的一档人民币34亿元的私募资金 因为企业董事长涉嫌诈欺而处在风险之中 这也造成诺亚财富美国上市的股票 在过去三个月之中下跌了38% 如果类似的案例继续出现 原本已经陷入财胜危机的高收益资产来说 后果将会非常严重 日经亚洲评论报导 华为全球最大的旗舰店在上海盛大开幕 位于号称中国商业第一阶的南京东路上面 对面就是Apple Store的零售店 作为全球第二大智慧手机制造商 华为拓展中国本土事业版图的企业心招揽落阶 而这个举动不仅是对Apple的挑战 对全球手机一哥三星电子来说也是一大威胁 毕竟三星近年开拓中国市场的努力始终不见成效 苹果日报报导 这家旗舰店的开幕也代表中美科技战中 饱受美方压力的华为 正借这个机会 诉终中国消费者的爱国之心 任职展览经理的一位上海民众向日经表示 她的太太喜欢使用Apple 而她还在使用三星的旧机 家人总是为此取消她 但从去年开始 她的家人跟其他长辈们开始使用华为 特别是在华为受到美国打击之后 他们决定表现自己对华为的支持 而在华为上海旗舰店开幕营业之前 日经也观察到门前有一群年轻人在排队 一位学生表示她就是来这里支持华为的 另外有位居上海本地科技业的员工告诉日经 自从美国政府将华为列入出口管制黑名单之后 她身边已经有超过一半的亲友专为使用华为手机 2019年华为在中国智慧手机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38% 而且持续增长当中 今年第一季上升至71% 在上海南京东路的Apple Store 却跟华为旗舰店相距不到一分钟的路程 但是Apple在中国市占率仅有9% 市占排名位居第五 日本软银集团CEO孙正义 今天在年度股东大会上宣布 即日起不再担任阿里巴巴集团董事的职位 而在同一天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也正式退出软银董事会 综合中央社跟联合早报 孙正义今天在年度股东大会上宣布 即日起不再担任阿里巴巴集团董事的职位 孙正义解释辞职的原因时表示 考虑到马云已经决定不再担任软银董事 因此他也决定从阿里巴巴毕业 同时孙正义今天也对马云的贡献表示感谢 并且提到张勇2019年继任马云 作为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席兼执行长 这位年轻的杰出领导者将领导这家了不起的公司 他是一个十分值得信赖的领导者 而投资阿里巴巴被孙正义视为最成功的投资 同时也是投资界的传奇 报导指出孙正义2000年的时候 曾经像当时还在起步阶段的阿里巴巴 投资2000万美元 而截至今年5月19号收盘 阿里巴巴市值大约有5,775亿美元 软银持有阿里巴巴大约25.2%的股份 这些持股的价值高达1455.3亿美元 是当初投入的7276.5倍 孙正义今天表示软银将尽可能长期持有阿里巴巴股票 而最了解孙正义跟马云的交情要从21年前开始说起 1999年是互联网热潮的最后一年 当时马云在杭州创办了阿里巴巴之后 经过朋友介绍认识当时正在寻找投资目标的孙正义 两个人相谈圣欢之后 孙正义在2000年向当时还在起步的阿里巴巴 投资2000万美元 而这也是软银在科技公司上面最成功的押爆 2014年阿里巴巴在纽交所上市的时候 软银持有的阿里巴巴股票价值已经涨幅超过2900倍 公开资料显示 软银自2016年起从未出售过阿里巴巴股票 孙正义在今年5月18号的财政发布会上表示 软银集团将减少持有阿里巴巴股票 募集1.25兆日元以回购软银公司股票 软银当天还宣布马云将持任软银董事 而之前马云已经作为软银董事会成员长达13年 见面新闻报导认为股票的出售以及马云退出 董事会的举动 让孙马两个人的联系日渐薄弱 因此最后才促成了这次 孙正义退出阿里巴巴董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